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讲提到了两个概念是法脉跟法统 所谓的法统 它一脉相传的法 我们讲的佛法身的法 它是从释迦牟尼佛所讲出来的 它的体正修行的一个法 佛法一直延传下来的 那佛陀他所讲的什么法 其实上他在原始佛教提到的讲的就是元祈法 从这个元祈法一直开展 开展乃至于到布派佛教 到了其他各系统的藏传系统 南传系统 乃至于中国的汉传系统等等的 都不离开所谓的元祈法 那进一步来讲呢 事实上元祈法在谈那个概念就是三法印 所以所有的法的统一性都不能离开三法印 乃至于到了大圣 大圣佛教它把握住的还是这个三法印的原则 离开了三法印就不是佛法 所以这个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法统的根源 我们要很清楚的 那你在谈大圣的三大系终观为世如来战 你再怎么去描述 这思想哲学的一种论辩呢 如果你在论辩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讲过头或讲歪了 那没关系 再从头回来从三法印来再重述的描述它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否则离开了三法印来谈佛法 那是非佛法 那会有问题的 那有时候我们在学终观为世如来战 很容易去否定的所谓缘起的一个当下 那世间法一定是离不开缘起法的 那我们要肯定世间法 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世间 那所谓的世间法是什么 就是相对的 相对论相对的 一定有善跟恶 但是从空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从空的角度 它是不失善不失恶的 但是你不能否定善恶 虽然是从空的角度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虚幻的 但是你要回到你当下的因果是真实的 要肯定因果 肯定当下的善恶 但是不执着 所谓的空性的意思就是 不执着我在落两边的 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佛法 让大家理解一下 当我们在用话头的时候呢 你不能离开这三法印 然后来用这个话头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进一步来讲呢 所有的大圣佛法 三大系这些进入了大圣佛法 以空性为基础的去修行 乃至于到了中国的汉传 佛教的八宗 都离不开这三法印去开展的 那大圣跟小圣的差别是在于 佛陀呢 他发挥了一个菩萨的精神 救济众生的一个基础 然后关怀众生 菩萨是不离世间 然后来传递佛法 那在小圣或者是在原始佛教 提到的是要解脱 但是传到大圣的时候呢 解脱是根本 所以是以空性为思想的 来进入世间来帮助众生 也解脱 这是菩萨的一个 利他的一个精神 一个伟大的一个 菩提心的一个精神 所以很多的大圣 所有的一个经典呢 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发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 就是你要自己解脱 同时也要想到众生也要解脱 所以你要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 佛陀不断地在大圣经典里面 不断地在一开宗名义 就讲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那在整个的部派佛教 就小圣佛教呢 比较趋向于保守 那进入了部派佛教 是所谓的分析佛教 就像很像我们现在的 一些研究 佛学研究的 像日本已经进入 所谓的分析佛教的 分析佛教是变成 比较一种学问的佛教 到了 可是到大圣的佛法呢 部派进入的大圣佛法呢 它基本上不是保守的 而是开放性的 而且呢 是以生活为主的 一种佛教 因为传入了世间 大圣的一个传入了世间 它是比较活泼的 活泼性开展性的 而且是一个生活化的 那特别是在禅宗里面来讲 这八宗 传到大圣佛法传到了中国呢 开展了所谓的八宗 就是汉传佛教的八宗 有唯士宗 山论宗 天台宗 华言宗 禅宗 净土宗 律宗 还有密宗 这些都是后期大圣佛法 传入了中国 那在中国呢 形成了各个宗派的不同 有一点像 布派佛教当时的 各种思想的 理路的一个差别 然后呢 产生了这八宗 那特别是禅宗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要讲话头 所以讲到禅宗 禅宗讲的是一个顿悟的 那是不是其他宗教宗派呢 也有谈到顿悟 有天台宗也谈到的一个顿悟的 一个思想 一念三千 那个一个念头里面 当下都是有佛的种性的 这样子 所以呢 有提到说 然后有那个华言宗 也是有提到 成佛的一个顿悟的一个思想 这些都是顿悟 像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这个就是一个顿悟思想 还有天台宗讲到的 一念一身难谋佛 皆以成佛道 这也是属于一个顿悟思想的 跟禅宗的顿悟成佛的思想是一样 那这个顿悟成佛的差异是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 学佛当中要有 行菩萨道要来成就佛道 要有三大阿僧奇节 三大阿僧奇节 可是顿悟呢 你不需要经过那么的一个长 你能立即成佛 那成这个佛 到底是不是究竟佛 还是什么佛 还是明相佛 明子佛 它基本上呢 它不是成就 那个究竟佛 它是一个 你当下呢 你了解的因缘 你悟了无常无我 三法印的无常无我呢 你当下就是能跟佛性 成就佛性的 你那个因呢 跟成佛的 跟佛 释迦牟尼佛所成就佛道的 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就譬如说 听来华言中里面所讲到 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你当下发的这个出发心 是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当下那个心呢 跟释迦牟尼佛所发的 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心呢 成佛的心呢 是一样的 所以他讲说 出发心时变成正觉 我当下发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跟佛陀所发的心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当下你就已经成就了这个因了 就是了因佛性 就是你当下你已经成就这个因了 你发这个愿的当下呢 跟佛陀所成就的佛道的 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这个果报 那这个果呢 已经一样的 所以它是因果变成是一个同时的 它没有所谓的一个前后之分的 所以你这个顿悟的意思是 当下的因即是成佛的果 但是是不是你是不是 就已经是成就佛了 不是哦 它只是了因 你这下的因就是即因即果 你当下就是跟佛的因是一样 所以呢 这个思想一带入中国 大家受欢迎 因为呢 我当下呢 我发这个心 我跟佛是一样的 那你问题是 你能不能每一个当下都能成就这个 都发起这样的因呢 是能不能保持 就是所谓的等持一直下去 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烦恼太重了 你当下发这个因呢 就好像你发的这个愿呢 你下一秒钟 你这个愿已经不见了 我上次开个玩笑说 有一个居士 他发心说 啊 我就是要来护法 那我发心就来成就法师 一些 护法就是来成就道场 成就法师一些佛事 那有一次呢 法师要去 去堪奈尔大学那边去打疫苗 那边离相刚大概要有 一百米 一百多米 可能要开个将近两个小时 然后当时我跟他讲说 make a point的时候呢 说你要 这很远的 开车要两个小时 他说没关系 法师再远 我就会愿意载你去这样子 然后我说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要预约了 他说没问题 你就赶快预约 现在那个打疫苗 大家都在抢 你赶快预约 我说好吧 你既然发这个心 我就成就你 我就预约了 过个礼拜呢 他听到我们其他的法师 找到更近的 他马上说 法师法师 你要不要取消 然后呢 那个 找近一点 我说可以啊 可是你当时说 再怎么累 再怎么远 你都愿意 愿意发心 发心载我去 你都不怕 不怕多远 他说法师 反正是我在开的 你放心 就再远都要去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想说 你当下这个心 已经被你怎么样的 我们就被外境影响了 你这个愿呢 当然这个还有另外一题 这个愿不见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题说 可以再找更近 那是不是更好 但问题是 你当下那个心 已经被怎么样的 被 被瓦解了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们常常 相同的意思是说 我们常常 我们发的心 很容易被外境影响 然后你这个愿 就没有办法 很坚持的 一直走下去 发成佛的心 很容易 可是呢 坚持下去 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分享的 所谓的顿悟呢 这个顿悟成佛呢 并不是真正的 成就三大阿生 三大阿生期节 那样的一个成佛 的一个 像佛陀这样子 走三大阿生期节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是从 思想上面的一个开展 观念上的转变呢 大圣佛法 特别是禅宗呢 它就是把这个观念呢 把它变成方法 我当下呢 我悟了 我当下悟了这一颗心呢 跟佛陀的心 它是一样的时候 你用这个方法来 成就自己的修行 所以呢 顿悟法门在禅宗 特别的去强调呢 去开展 开顿悟 它顿的当下的性 是佛性 是空性 那是什么呢 就是当下你这一念 放下的自我中心 当下就能成就 就能了悟 那所谓的悟里面 有分解悟跟证悟 在修行上面 有所谓的解悟跟证悟 什么叫解悟呢 就是从会入手 就是会解脱的意思 那有些人呢 他没有修禅定 那但是呢 他智慧 从智慧观念上入手了 他当下放下了自我中心 他当下就开悟了 见性 小悟大悟大悟 大成就 小成就大成就 你当下呢 那什么叫小悟呢 你当下这个观念呢 让你改变了你的习性 让你转化了 让你的一个自我中心 执着的心放下了 你当下这一念呢 就已经是开悟的 那就是你观念一转 这一转呢 让你放下了自我 让你烦恼减轻的 你当下这个悟 就是由会入手 从这个观念入手 叫做解悟 那证悟是什么呢 就是修戒定会次第 这样子而深入的 那这两种悟的差别是什么呢 解悟呢 他的力量比较弱 证悟呢 他因为经过禅定 跟戒的一个讯息 他的根基很稳 所以他的力量 他的力量 他的悟的力量会比较深 比较稳 会解脱的 他不稳 因为没有定的基础 所以很快呢 烦恼就现前了 但证悟的人呢 有修禅定而入手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 他比较稳 所以他开悟了之后呢 他的悟的 所谓的保认 他会比较久 会解脱的 他保认的 会解脱的人 都要必须再回到 回过头 再去修禅定 因为他保认的 他不稳 很容易烦恼 很快就现行 证悟的人呢 他烦恼现行比较慢 他会维持一段时间 这两种的差别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回到我们的一个主题来谈 汉传佛教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到中华禅法谷中 因为之前有提到呢 从整个法脉 法脉的相传 从菩提达摩 他开始把禅法带入中国之后 他算是初祖 一直往下传 到了六祖 一花开午夜 整个法脉呢 一直传 就是在 其中有一个 杨祺跟灵迹呢 一直往下传 那灵迹中这一脉呢 就是师父所传承下来的 一个话头 那他也承接了一个末照 就所谓的草洞中 两个法脉呢 到他身上 集合汇集一生之后呢 他开展了 他研发了一些 不同的次第的一个方便法 那整个的将 这两个法脉结合在一起 就师父把 在他的那个年代呢 他把它汇集一起 成为一个 立名为法谷宗 来让这两个法脉呢 汇留在一起 成为法谷宗 那这是法谷山的一个 苏圣的因缘 由这两个法脉 汇合为一个宗派 叫做法谷宗派 那师父说 我们的立足点呢 是在这个汉传佛教 禅佛教呢 来实践人间净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我们这个宗派里面呢 以三大教育为实践 什么实践呢 事实上就是 以禅法为我们修心的 一个实践路守处 那以僧团为学习的着礼点 为什么要以僧团 特别是僧团指的是出家僧团 为着礼点是因为 七众之中是以僧人为首的 那佛陀呢 他本身也是僧人 所以 以团体带领我们往前 向前推进的一个学习 然后跟同理大众的一种 一个着礼点 所以我们要以僧人为重 特别是一个修行团体的 所以呢 我们以这三大点呢 来实现中华禅法谷宗 事实上呢 这三大点的重心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谈到人间佛教 第二点就谈教育 第三个是学习 实现的是我们的人生 所谓的以禅来实现人生 禅的人生呢 那禅的人生是什么 就是智慧 透过用智慧来 用教育来学习智慧 用修行来成就智慧 来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存 是品质是非常 是可以提高的 那就是我们要成就人上人 从佛法的角度呢 来看呢 就是所谓的 从因缘呢 来让我们了解人生呢 是虚望的 它是空的 可是从英国的角度 来看我们的人生呢 它是怎么样的 它是真实 是有的 所以从 这样的一个立场 从禅法呢 来看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生命品质提升 就是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这是我们 看传佛教法古宗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主题来看 既然是中华禅法古宗 是以禅为核心的 来实践人间净土 来实践教育 然后来让我们学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谈到一个主题是禅法 中华禅法古宗 主要推两个禅法 是末造禅跟话头禅 话头禅 那什么是话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进入主题 话头它是一个方便法 它也是一个方便法 我们还没有成就佛道之前 所有的法门 全部都是方便 以至于你是用高阶的方法 中观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属习方法 全部都是方便法 那透过这个方便法 这是一种工具 话头是一个修行的工具 那话头是什么 就是你去追问一个问题 你去追问这个问题 它当作一个修行 那之前有提到 那个话 话头在 那个 虚脑上讲说 话卫生之前 那个是什么 话 我们是现在讲话 都是话为 那话还没有讲出来 那个头 就是那个前面的 还没有生出来的 话还没有生出来 那个是什么 那你心中 是不是有一个疑问 透过这个疑问 话是语言 头是根源 那那个根源是什么 心中里面就开始 酝酿的那个疑问出来 那个究竟是什么 然后呢 一直追问这个疑问 那事实上呢 我们来 这个疑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生命中一个大疑问 要知道的生死问题 疑情 这个疑问 就是产生的疑情 他不是怀疑 而是想要知道的 一种心境 那又告诉我们 师父又告诉我们 佛陀告诉我们 没有答案 不能有答案 因为你一有答案 你一有思想逻辑 那叫做话尾 那又不是话头 我们在思考的 已经落入了思想的 那思想都是有能锁的 话头是无能锁的 那究竟无能锁是什么呢 没有相对的 那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话的 我们在处理世间的事情 都是相对论的 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 有这个必有另外一个 两个互相的互相影响的 互相影响的过程 叫做缘起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有 两个互相的互相纠纤 在一起的 可是话头的 告诉我们 没有对立的 没有相对的 那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生命中 要知道的一个答案 生跟死都是相对的 那我不生不死是什么呢 好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 大哉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哉问呢 举个例子 大会中稿呢 他就要你参个无字 他告诉你说 既然是一个生死的一个问题 以前寄生法师常常开玩笑说 那个我们在生活中呢 有两件大事啊 一件是什么 一件是生嘛 另外一件大事是死嘛 那两件大事之外呢 其他都是小事 就是芝麻绿豆小事 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你花 既然两件大事嘛 你刚出来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哇 你哭哭啼啼的 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呢 希望你能含笑而终 可是大部分都是哭哭啼啼的 就是你出生了一件事情 一下子就生出来了 你已经生了 那你死去 是不是一下子也是死去 当然啦 就是那个鼻子一捏了 呼吸不着 你马上就死了 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呢 生跟死都是非常的瞬间 刹那就不见了 然后其他的时间都在怎么样呢 在挣扎 都在为小事挣扎 芝麻绿豆小事在挣扎 既然生跟死是大事 其他是不是小事 都是很芝麻绿豆的小事在挣扎 我们的生命花了所有的精力 都在挣扎小事 那却不知道什么是大事 这样子 那修行人呢 要做大事 要去了解我们的生死的问题 生从何来死从何去 所以呢 大会中稿告诉你说 你去掺个无字 那个无呢 让你去掺 贴在鼻子上面 贴个死字 那个阴光大师是贴个死字 在额头 然后呢 大会中稿叫你贴个无字 在鼻子上面呢 去掺 什么是生 什么是死 那生从何来死从何去 那什么 既然是生跟死都是话头 那话尾都是话尾 那话头是什么 不生不死 那是什么 不生不灭 那是什么 来去掺 他说 善恶投入相赐绝宜 这是善跟恶的投入 已经没有的时候呢 当下就是你的着力点 就是你不管善 不管恶 你做到什么的程度呢 你每一个善恶之间 都是你的着力点 那意思是说 善继续做 那恶也继续做 然后呢 你都不要管他 所谓的恶就是 你动了恶念头 不是恶行为 不是叫你去做 那个杀人掠火之事 你就是 不管是善跟恶的 世间在发生的 什么善跟恶呢 你都不管他 就是当下提那个话头 一直掺 一直掺 每一个因缘 行住坐卧 都是你的着力点 就掺 无 无 什么是无 究竟是什么 无 无是什么 吃饭的时候 无 睡觉 走路 然后坐下 然后 看一个人的动作 好像神经病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一直掺下去 来果禅师 就这样三个月就开悟了 掺了三个月开悟 师父在军中也是掺 掺话头 就这样子 分分秒秒 二六十钟 每一时每一刻 就是在掺 掺到 最后 进入一团 统一开悟 好 这个无字的出自于赵州禅师 赵州禅师问说 人家一个僧人问说 老赵和尚 既然在谈 佛性 那狗有没有佛性 空性的意思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然后他故意就提了说 既然一切众生 那狗也是众生 那当然他问了 老赵上 狗有没有佛性 一般我们的理解 一定会回答 有啊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这是涅槃经讲的 当然有 可是赵州说什么 当下这个僧人就很莫名其妙 怎么会是五威 不是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吗 他就产生了这个疑问 这个疑呢 把这个问题 生不知来处 死不知何去的这样子 一直移来移去 移来移去 移到这个僧人 可能也神经病了 交心不行 就是整个一直在移来移去 移到你的心 无所去处的 最后呢 当下一个姻缘来 同体脱落了 那个整个念头打碎了 那就三额大地粉碎 你当下就见心 好 我们来谈几则公案 因为这个很有趣的 有一天呢 赵州和尚 他去问他的老师 南全 南全斩猫的那个故事很有名 他说什么是道 他的师父南全就说 平常心事道 然后呢 赵州和尚就在问 那既然平常心是道 那平常心有没有目标 我们要达成道 平常心有没有目标 然后老师就说 有目标 那就是错的 宁向嘛 就是你要有设定一个目标 那就错的 那是心 然后他说 你不设目标 怎么知道有道 我们不是要设定发愿吗 然后我要用功吗 然后我要有一个目标达成吗 我要达到我的平常心 我要让我的心可以很稳定 这样子 然后南全老师就说 道不是 你要设一个目标 他不属这个道 求道这个道 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 那知是妄念 不知是无忌 到底他在讲什么 他不是属于这种分别心的 知跟不知就是一种分别 然后妄念跟无忌 也是一种分别 若你能达到真正的道 真达不已 就是你心不着一物的时候 就犹如心挂在太空 怎么样的如如不动 所以他告诉你 他就跟赵州和尚讲说 道并不是在于你的分别心 他就这样一讲完之后 赵州和尚就开悟了 这是一则公案 我们可能一般的人 你解释公案解释一堆 还是一样悟 是悟茫茫的 好 这另外一则的一个故事 也蛮有趣的 因为既然讲话头 一定会提到公案 公案比较有趣 就是一些故事 老师跟弟子之间的 一个对谈故事 那这则故事呢 很有趣 是一个 这则故事呢 就是石拱 他还没出家之前 他去碰 刚好他是在打猎 然后呢 他刚好在射路的时候 那经过的一个地方 一个茅棚 那茅棚刚好 马祖呢 马祖禅师呢 在那边 他就说 就冲过去说 这位和尚你有没有看到路 然后马祖就说 你是什么人 怎么闯进来 好 那那个石拱就说 我是打猎的人 马祖就说 那你懂得打猎吗 你懂得射箭吗 他说 当然懂了 解释 我就很懂 那请问你 你能一箭射几个路 几只路 他说 我一箭射一个 他就笑 马祖就 哈哈 那你不懂得射路 你不懂得打猎 然后那个 那个石拱说 老和尚 你怎么 那你懂吗 你怎么这样讲的 大言不惨 怎么 是在讲这种话 那你懂不懂 他说 我当然懂 好啊 你懂 你一箭可以射几个 就两个在抬杠 马祖说 我一箭射一群 马祖就跟他讲说 我一箭 就一群路就 哈哈 就 见佛祖了 然后那个 那个石拱就 非常的生气 说 同样是生命 你怎么一箭 就杀了那么多的众生 那杀了那么多的路 那马祖就说 哈哈 你既然知道是同样是生命 那你为什么你不射你自己 这样子 这个对话有一点无厘头 这样子 他就马上说 那你一样是生命 你杀路 那你怎么你不杀你自己呢 然后那个 那个石拱就说 我怎么可能杀我自己呢 我下不了手的 这样子 当下 他就探出说 哎呀 这众生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汉 就是说你这个猎人 旷杰来 无名烦恼很重 今日要顿袭 就是要放下这个烦恼 这样子 这个有慧根 这个石拱听完之后就把弓丢下了 然后就出家了这样子 有些人这样子对话之后可能打架了 因为很不高兴 被他讲了这样子不高兴 可是这个有慧根 他马上就有起悟 就那个 就开 就是顿悟 这也算是一种顿悟 我们来提另外一个 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勇家玄师的一束绝 这是很有名的一则公案 当时勇家玄绝刚好参访 参访到了曹西去见六祖 那很晚才到 当时他一进了 曹西的时候 他见到六祖 他就是绕佛三渣 然后就跟他顶礼 那六祖就说 这个沙门很有威影 可是看起来很骄傲 就是说 这个法师上下来自何方 那那个出家人就说 勇家 我上勇家下玄绝 拜见六祖 然后呢 就问他 他来参访 想问一下 生死世大 无常迅速 那请和尚开示 那六祖就说 你自己 你为什么不提取无声 去了结 了结无常 迅速无常 然后呢 勇家就回他 勇家也很有修行的 他就回他 这个体 就是体 体就是指空性 空性既然是无声 哪有所谓的快跟慢 本没有速 无速就是没有快跟慢的意思 六祖就回 如是如是 然后就谈完了 说得好 说得好 如是如是 然后呢 就 勇家玄绝就告辞了 我要走了 就走了 然后六祖就跟他讲说 反太疏忽啊 你不多住几天啊 然后勇家玄绝又回说 就是本体啊 哪有动跟不动的意思 哪有那个 那个去跟来的意思 非动啊 就是说没有去跟来 那个怎么会有太速的意思 就是说 你怎么离开那么快啊 他马上回说 本体是没有快慢动去来自如的 他是没有来跟去的 哪有所谓的 太有速度的 有快跟慢的意思 然后六祖就问他说 那既然不动 那谁在感知啊 是谁在绝照这个不动啊 然后他就说 任他无分别 任身分别 意思是说 让他自 他是自己生出来的 一个不动的 这种分别心的 是自然显现的 然后呢 那那个六祖就说 你可以得到这种 这种无分别 哪有什么意思 是你可以体振到 这种无分别的 那个不生不灭的 这样的意境吗 然后他那个勇家玄绝 又马上回他说 无生哪有意啊 就是哪有意识啊 既然是不生不灭 那还怎么还有一个意识 生出来的意识呢 还有一个东西出来呢 已经没有生跟灭了 怎么还有一个意念生出来呢 然后六祖又问说 那无意识呢 是谁在分别啊 他就是说分别也是错 也不是意识 就两边呢 就是来一个对积 问答 是分别意非意 就是说你在当下起分别心 当下即是空 六祖就赞叹他说 善哉善哉 说得好 然后呢 事实上 这时候远家玄绝 已经去拜见六祖的时候呢 他已经体振到空性的 无分别形 这种不生不灭的心境 然后呢 六祖就说 那你至少留一页吧 多住一晚吧 他就留那一晚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数诀 一个公案的一个对话 老师跟弟子的一个对话 那这个呢 我们就 梅子熟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师父的一个公案里面有 这是 法常禅师呢 去拜见 马祖 他的是 吉星吉佛 非星非佛 这个故事在师父的书籍里面有 那我这边就不讲了 这很有名的梅子熟了 好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来谈一下 什么是禅修 既然想说 法古山是在推广禅法 那我们希望能提 来实践自己的禅的人生 刚刚有提到呢 禅就是智慧 但是呢 如何让我们开启智慧 一般来讲呢 这是名相 这个禅有分成 外道禅 凡夫禅 小圣禅 大圣禅 最善禅 那禅中提到的就是 最上圣禅 就是一个主师禅 或者如来禅 什么叫外道禅 所有的禅修呢 它是通内外道的 它可以让我们身心安定的 外道禅 凡夫禅 都是一样 它就是透过这个方法 让你心安定的 外面现在的正念疗法 或者是正念 这些都是属于外道禅 那什么叫外道禅 不是在贬斥它 而是呢 心外求法的那个方法 那个都是禅 心外求法的那个方法呢 它只能让你 你身心安定下来而已 它没有办法让你开启智慧 从小圣禅 大圣禅以上开启 才能让你开启智慧 差别在于 你有没有去体正 无常无我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最上圣禅的意思 最上圣禅的意思呢 你当下呢 你当体的无常无我 当体即是空 当下就是去体正 这个空的一个 本体的一个空性 中国禅宗呢 它从大圣的思想里面 波德的思想 空性的思想 直接用空性来用 用在方法上面 你当下去体正 自我中心放下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自我中心当下是无分别的 你不需要去透过分别 来了解空性 不需要透过相对 来了解不相对的一个境界 你当下就是去体验 你当下的一个境界 就是空性的 直接进入空性 而跳过的那个基础 但是呢 基础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圣言师父一直在强调 所谓的建物跟顿物 最上圣禅呢 是在谈顿物 但是建物呢 是在谈次第禅 次第禅 重修定 顿物禅 在重定慧 同时的一个当下 这是禅中的特殊的 一个殊胜地方 就是定慧等值 定慧 即定即慧 当下定慧是不二的 这是顿物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殊胜 但是呢 我们定的基础 一般的一个次第定的基础 是也是要打根基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定不稳 你相对你的慧是升不起来的 很不容易的 因为烦恼 烦恼你需要还是要去安抚它 你需要去安顿它 你要有方法 谈到基础的方法呢 一定是放松跟清楚的体验你的身心的绝躁 让你的身心安定下来 你那个定的稳定才会比较持续 当你的念头还很浮躁的时候 你定根本定不起来的 那你念头的混乱呢 就是烦恼的根源 你跟烦恼呢 会跟烦恼是相对的 你烦恼的根源没有解决 你慧是升不起来的 你都只是一个思维 那思维你的身心的出重跟笨重呢 你身心的烦恼呢 会让你产生身心的笨重 你还是没办法去处理 所以你还是要回到你身心的绝躁 放松跟清楚来让你的身心的一些 不安定的状态呢 调整 那都是在定的过程 那会呢 人让你怎么样呢 你当下呢 你不管在什么境界 你的执着心脱落的 放松的 甚至呢 整个都脱落的 放下了 那你的智慧就会显现 所以定跟会 它是相辅相成跟同时的 好 那在六主说呢 法既无顿见 迷雾有此极 那此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思 不可惜 告诉我们呢 法无顿见的 你是根基的不同而已 迷雾的差别而已 还有几分钟 我们来谈一下 谈一下 还有几分钟 我们来谈一下 那我们了解这些观念之后 我们刚刚提到说 参话头呢 它是透过呢 这个话的这句话 公案里面的其中的一句话呢 来让你身心怎么样呢 让我们达到一个 开悟的境 目的就是要开悟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在这个目的呢 它有层次的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开悟 就是第四个层次 但是我们用话头 同样可以达到的目的呢 是对峙我们妄念的一个工具 那基本上你在用话头的时候呢 你不断地把心放在 提起话头 把心放入 进入的话头的一个参就 你当下 你可以让你的散乱心 进入的集中心 可以处你的昏沉 第二层次是心集中 第三个层次 心统一 跟陆定 那在参话头呢 不强调陆定 而心统一的状态呢 当你心集中了 你去问话头 让你的心产生了疑问 不断地把你的心 放在疑问上面 透过疑问来让你的 所有的妄念跟雜想的 慢慢地脱落 集中起来 那是透过念话头的过程 让你的心集中 那念话头之后呢 你提起一个疑问 等待一下 那就是什么 什么是无 所谓等待是 在疑的那个过程 让它培养 那是一种培养 那什么是无 头脑没有杂念 头脑没有分别 没有答案 什么是无 持续的那个刹那 短暂的疑情 慢慢地从这个 疑的一个过程 进入了疑情 然后呢 去培养你的疑情 再深厚一点 最后会 心统一的一状态呢 就是疑团了 这时候就要等待机会了 不断地在疑团上面了 疑团的意思呢 你这个整个疑啊 把你整个生命都包起来的 刚开始是你的身心 投入在这个疑情上面 最后是疑情反过来 把你的整个身心包起来的 那就进入疑团了 等待因缘 时节一到呢 人家给你一个 刚好你在行堂 就在熏牢上 人家倒个水给你 不小心倒到你的手 你当下自我中心就放下 就开悟了 好 这是参化头的目的 有四个层次 那它的功能呢 师父讲的四个功能 它可以除妄念 就刚刚讲的 然后呢 破本餐 从观劳观 除妄念 当你不断地提起来 让你的妄念越来越少 什么叫本餐 就是你一直掺的话头 当这个疑情疑团了 突破了 刚刚讲的 当时节因缘到了 忽然间 你自我中心脱落了 破了之后 这个就是你的本餐 就是你透过这个餐 我餐什么是无 什么是无 当我进入了疑团 整个身心脱落之后呢 破了 当你破了 我破本餐了 就是我一直在用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就是要本餐 那你破了之后怎么办 之后怎样呢 叫做看话头 看话头是一样提这句话 一样提你根本的那个 在参救的那句话 叫看话头 一样是什么是无 什么是无 一直参 那个本餐 就是你一辈子用功的主要方法 你参破了 你见性了 所谓的破了 破本餐的意思就是 你见佛性 见空性 当下自我中心分别脱落了 那离开了时间 也离开了空间 当下没有时间跟空间的 时间跟空间是我们心的分别所产生的 当你没有自我中心 你就没有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受者像是时间 你当下就是 一切都融合一体 就只有一个本体 就是一个空性 当下你这个见性 破从观 就意思你破本餐之后 你要继续修 因为你可能破的时候 你在闷葫芦里面 它是形容在一个葫芦里面 或是修行 修话头就是像一个很闷 闷葫芦在这里面 暗示里面 然后非常的 有时候心情上面是很郁闷的 但是要记得 唱话头的人 不要有情绪 不要去感觉你的sensation 这些感觉感受什么都要放下 因为它是直接心入手的 从你的意念提起这句话 直接进入本心去参救的 它身心的感受都要放下 因为你只要有身心的感受 就有自我中心的对立 所以全部都要放下 所以那个时候的参救的时候 像一个葫芦里面闷着 很闷 然后忽然间 在黑暗的葫芦里面 一条线裂开了 那个叫破 破本餐 破了 见光 见性 这时候你还继续参 让这个裂痕越来越大 叫破从观 整个让你像鸡蛋里面 破壳出去 可能鸡蛋里面是刚才裂开的 可是你还没出去 你要继续的参 让这个裂痕破开 整个出来 小鸭小鸡出生了 就是重生 劳关就是一层一层的去破它 最后呢 叫去破什么呢 破我们的劳关 就是我们三界 我们见性还没有解脱 还没有出三界 所以你要必须去修 那修的时候 你要去度众生 度众生去陪福 那要出离生死 所以你出离生死 你这时候呢 你要完全的 正德 所谓出三界 就是正阿罗汉 你还没有正阿罗汉 可是你已经有空性的基础 大圣的最上圣城 禅呢 就是要入怎么样呢 去入世间 去度化众生 继续修 生活 生活就是我们的着力点 就是我们的道场 你就是不断的修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破劳关 那还有两分钟 那我们时间掌握刚好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修行 可是他有的人就是没有开悟 但是他反而看起来 有点神经质 这是什么原因偏差了 变成这个 让人家有感觉 这种情形出现了 参话头会有一些状况 我刚刚在课上面 有提到的是 第一个呢 你在参话头的过程当中 不要有产生的所谓的逻辑思想 逻辑思考 我们一般在讲 禅中常在讲一句话 就离心意识参嘛 那你会掉入心意识 那个都是在思考当中 你在想那个答案 你在思考 你在推敲这个答案 那你读了很多的经典佛书 那个名项 你可能会去相对说 去做分析 比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下你参话头 你既然要离心意识 去参那个根本的源头 是什么的时候 可是你掉入了心意识里面 那你就爬不出来 就好像你在掉入了一个深渊 你无法自拔 爬不出来 这时候你的头脑你会混乱 它是由怎么样的 精神纷乱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一直在想 想到头快破掉 大家有没有经验 就是说你在想一件事情 想到没有 不知 想到没有办法解决 或者是说根本不知道 想到这个答案在哪里的时候 你整个头快晕倒了 这个就是想太多了 那掉入了逻辑思维的 所以你在参话头 一定要先放下 不要有答案 那你在想答案呢 你会有神经会混乱 会错乱 第二个原因呢 你在参话头你要放松 脑神经要放松 有些人在参的时候很用力 什么时候很用力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用力到最后你脑筋僵化 你知道吗 然后没办法 所以当参话头的时候呢 你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你遇到了身心很紧绷 第二个呢 神经好像很错乱 什么叫神经错乱的 比如说你唱话头 参参参参参 其实话头会跟你讲话 什么是五 他马上跟你讲 五就是空心 什么是五 五就是五 然后他自动 他在你的脑筋 自动在回转 就如同你在唱诵的时候 那个诵念会在你的头脑 在那边自动转转转转 这时候你不要参了 怎么办呢 赶快去睡觉 睡个觉就没事 因为脑神经衰落 好 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参话头不能起情绪 不要跟情绪那种 引发那种感官的这种讨好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情绪相应 这些都是跟自我中心结合的 会产生问题的 所以会有产病 就是从这几个点出发 会产生出来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与菩萨 现在请王景仁菩萨提问 法师阿弥陀佛 请教法师两个问题 像上次法师好像有提到 就是说 或者是说其他法师有提到 就是说 也是我们的法古山的法师 那就是说像话头或者说 当然我们要选择一个方法 作为一门深入的 那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主修话头 然后可能是我们也修过末照 可能可以用末照来辅助话头 好像有的法师也提过这个 或法师也提过这个 那比如说我们最近 比如说我参加过那个念佛 比如说那个佛妻 那比如说我们参加佛妻的时候 比如说我本来就是有学话头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参加佛妻 我就参念佛是谁 那我那个比如说 那我在佛妻学到方法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以前参话头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 有的时候会闪闪的 就没有那么连续 那我们去参加佛妻的时候 我们学到这个信念的方法 比如说那个佛号信念的方法 那我们是不是在参话头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个信念的方法 比如说我佛妻完之后 我也把这信念的方法 用在我的话头上 那让我让我那个话头更得力 那我先请教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像我们在教理上 教理上对于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那种物境 是不是有帮助 比如说像教官刚中 我们也去学 比如说这种像那种教理上的 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的开悟的方面 是不是也有帮助 请请法师指教 知道 你总共问三个问题 不是两个问题 就是前面的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信念 跟那个用墨罩来辅助 那其实上呢 墨罩跟话头 我们后面会在谈 但是呢 所谓的用墨罩来修话头 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要厘清楚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墨罩修到最后的空性 它跟话头修到的空性 是一样的 所以它有一些 墨罩的原则 原则 可以 还是可以用到 用到 它是相通的 一些原则是相通 比如说师父讲的直观 不给名字 不给形容 不给比较 直观进入空观 它是一种辅助法门来修 那你在用话头跟墨罩 都可以用这个原则来 那另外一个基础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放松 你要放松 是所有的修行法门 不管是哪一种 熟悉法 或者是话头墨罩 你都是要放松 那你话头 当然也有紧的 可是呢 基础还是要再放松 会比较安全 所以你的辅助法门等等 你要用 讲的不够清楚的时候 我用墨罩来辅助话头 不是 都是墨罩的前方便 跟方便法 辅助法 来协助 来用话头的 并不是真正用墨罩 来提 来提这个话头的 这样不对的 因为两个法门的用功法 是相违背的 但是呢 结果是一样的 那就是入手处是 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我是说 你可以用基础 这个基础是通于一般的禅法 放松是基于所有的禅法 第二个呢 直观它也可以辅助法 它可以用在话头 也可以用在墨罩 那这样子一个条件 你可以用 那至于信念 当然你在用话头 本来就是要细念 念话头就是一种细念 你刚开始 你没有移情 你就持续地念 最起码念话头 可以让你身心 比较安定一点 对 那至于最后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提到的是一个 教官在刚中 事实上我们在修行的一个过程 你都必须要有知见 这些知见呢 教官刚中你所学的 这些观念呢 事实上都不离空观 那你把它化繁为简 像我们在学很多的佛学名像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提那个空观的观念 很简单的用在方法 学禅呢 一定是化繁为简 那如果呢 化繁为繁呢 那就要学问 那不是在学禅 修禅过程当中 一定是化繁为简 你用一个概念 比如说因无所住 生其心 这个概念呢 你当下可以去用在 这个方法上面 可是你在用功的时候呢 不想这些观念 要放下这个观念 当你水到渠成 到一个境界 修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你那个知见 自然而然会去相应那个方法 而不是你去想那个 想那个东西来相应这个方法 当你在想那个观念的时候 你方法已经丢掉了 所以那也不是在用功的 这两个差别不一样 平常的时候 你可以去思维 思维 文师修等等 文师啊 但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呢 文师是要放下 你就专心的用方法 专心的用方法 让你深入 等到你心已经达到的一个境界 所有一个境界 身心统一的状态呢 它自然而然 你必须要提起无常跟空 无我的这个概念 它是自然显现的 因为你平常的训习的知见 它自然而然会让你 放下这个自我的 一个身心统一的状态 那是时节因缘 也要你有没有这个善根 然后呢 你才能会怎么样的 自我会脱落 好 好 感恩法师 还有 现在时间 的确是已经有点超时了 但是还有一位菩萨举手啊 请问法师愿不愿意 再开放一个问题呢 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请空空菩萨提问 谢谢 请问一下 就是之前我有参加一个禅十字嘛 我用的是话头 然后当时 当时这个状态 它就是 我能提到话头的时候 感觉到它就是一个 啊 法成 啊 就是一个符号 然后就是轻轻的一个 一个符号 而且我 我能够关掉这个符号 它是属于 它已经是属于过去式的 就是到后面就是 人整个状态 是好像处于一个 虚空状况 嗯 但是好像这个 疫情我不知道 这个算不算 或者还是 进入了一个 就是那个 一个空的一个状况 嗯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动态的时候 就是 平时状况下的话 嗯 当我上桌以后 人 脑松 啊 我会人放松以后 起话头 有时候会容易 一下子 只要话头一起就紧 就会 就会有那个 啊 会有头痛啊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两种现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 哪里有问题 你在用话头的时候呢 要 你可以去 念那个话头的时候呢 不要抓 抓文字啊 好 抓文字 可能会让你的脑神经 会比较紧一点 你就是轻轻地念 但是就像念博一样呢 清楚那个声音 但是没有文字像 这是一个 那如果说 就像你说 有一些 一些身心的觉受的时候呢 你还是单提话头 不要去管这个身心的觉受 乃至你觉得 已经好像有空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文字 或者是符号的出现 这些都把它放下 单提一句话头 继续地提那个话头 那就会没事了 好 我们就解答到这边 谢谢 谢谢